請部長 請將部長 洪委員好 部長您最近都很忙 有沒有上你們的部落格看一下 我沒有部落格 看一下那個 不是你的部落格 就是說消防署的一些 網站 那個 你們基層消防員在部落格 透露了一些心聲 你們看過吧 沒有時間去瀏覽所有的網站 唸幾段話給您聽聽好不好 這部落格的 這裡面 提到 因為你現在災害防救署 防救署 要改成災害防救署 消防署要改成災防署 然後 成立辦公室 行政院下面成立一個災害防救辦公室 對 所以這些基層的心聲 他主要說 人員不便 只是換個招牌 業務範圍多了一堆誰來做 災害防救署 對我們基層來講 就是在換一套制服 車輛的那個單位的招牌 再換一下 車輛的門邊的字再換一下 然後包更多其他單位應該做的工作 然後基層分隊不補充人力 包山包海 把他做到過勞時 你們基層的這個消防隊員 我想他的心聲你們應該去看一下 跟溫委員報告 不要說 問題 遇到了 然後 頭痛衣腳腳痛衣頭 這就是現在 目前的寫照 完全不是那個樣子 我們針對基層能力不足的問題 開過好幾次的會議 就是為了解決我們基層的同能的一些疑慮 整個改來改去的 那事實上 他是不是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你應該去了解 實際上的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不是遇到問題 然後趕快丟一個東西出來 然後就改一改招牌 然後實際上的內容根本沒有換 這樣的話對整個效率是沒有提升的 我建議委員也不要因為一篇這個基層的投訴 就已經完全影響一個健全的判斷 因為實際上我們現在所做的修改幅度是大 是消防局 消防署成立以來最大的一個修改 我想您應該去看一看 這樣換一個招牌 然後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還是要聊一下 委員你剛剛講那個投書我都有收到 我沒有上網 但那個投書有直接寄給我 所以我都知道這一些反應的意見的存在 而且我們事實上現在所從事的改革 是遠遠超過這邊投書 所知道的那個範圍 我是要提醒您 謝謝委員提醒 你不要遇到問題 然後就丟一個問題出來 像這個剛才邱 邱瑩委員他咨詢的 去年為了要解決周錫維的問題 就匆匆忙忙 也沒有經過思考 也沒有經過充分的討論 台北縣就升格 準備升格為直轄市 然後呢後來又增加了台南縣市的合併升格 台中縣市的合併升格 未來還有還有一個這個什麼什麼 桃園縣也不排除 因為完全沒有一個整套的思考 整個國家未來的這個區域的規劃是什麼 完全沒有急救張 滿個頭腦裡面只是想到說 二零一二是不是馬英九還要再選總統 還要繼續當選 只是當選的那一天 就是為了下一次的選舉 就這樣做 什麼事情都沒有經過大腦思考 沒有經過充分的討論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你又說不排除還有退場機制 那還得了 你把這個整個國家的這個機器 當做你們的國民黨內部的交務室在玩 有人抗議你就說好我要這麼做了 禮拜一本席質詢 傅崑奇任命他的這個妻子 當副縣長 當時內政部在這裡回答我說 依法他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長官就看到你說不行了 我覺得你們也是在兒戲 委員誤會 對也是你們認定 不對也是你們認定 也許想一想回去想一想 這個傅崑奇不是國民黨拿名的 這沒給他死不行 所以隔一天馬上就變成說不可以了 類似這樣的政治考慮其實會很浪費時間 哎呀滿腦子都是政治考慮選舉的考量 所以這樣的做法是非常不當的 包括你今天這個 救災的這個交往署要改整個內容要改 我想都應該要慎重去思考 這個我是希望你們不要把所有的政府 國家的這種機器 當作你們國民黨的家務事 一直在玩 我不是很清楚 委員的意思是說 委員意思是說我們不要去 對整個全國的人民來講是不公平的 委員的意思是說要我們 希望我們維持消防署嗎 我不太知道委員的意思是什麼 防救災很重要啦 這我也知道啦齁 但是我要說就是說 什麼事情都要慎重思考 消防署的工作 還是其他各部會的工作 怎麼樣做一個統合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是因為馬英九根本沒能力嘛 三軍統帥 到七天以後才 有辦法調動國軍 以為他在當台北市長 一通電話打給台北市的消防局長 因為國軍的調動是在第一天就已經調動 調動國軍來防救災 來趕快救這個八八水災的 這些後續的工作 那是馬英九沒辦法做 那馬英九沒辦法做 不是這個 這個要做什麼補費單位 不對 他沒辦法用 沒辦法做 所以基本就不適格當總統 你為了要迎合他 把責任就推到所有的各部會 這樣不對啦 部長我還是提醒你啦 你學者出身喔 也許都不 對這個行政部門還不是很了解 那現在本事還要再請教一下 昨天 簽了這個三項協議對不對 那麼其中當然有包括這個大家擔心的 這個勞工會不會來 馬英九提到說不會開放勞工 但是我請教一下 根據你們內政部的自己的統計 專業技術人員 來台灣現在有多少人 已經進來有多少人 部長你知道嗎 中國的專業技術人員 因為今天我本來沒有想到委員 是要問移民署的業務 所以沒有帶那個具體的數據 你倒在裡面要清楚 當馬英九說 不開放中國勞工來台灣的時候 你就內政部要很清楚 我的進來的中國勞工 以專業技術人員 你開放的專業技術人員進來 有多少人 你不知道我告訴你好不好 請委員直接講 七萬人 您是說累計總數還是當業總數 已經進來七萬人 這是你們內政部 內政部移民署所統計的 人在做什麼 人在何處你知道嗎 都知道 大部分都知道 專業人士進來的 大部分都知道 都知道在什麼地方 那他們不僅 搶了我們醫療的資源 而且 你逐步逐步又開放 你將來還是會搶了我們的勞工的飯碗 當中國要求愛台十二建設 他要用工程統包的方式 我想要這把我們中華管政府學會 中華管政府齁 一個市地中的這麼簡單的整地工程 開鉤子 整地 開桌子 整桌子 居然用統包三十八億 因為一統包 結果跟一般低價 投標的相差 一公頃相差六百萬 一百八十四公頃都要相差十一億 所以在選舉的時候我說海角十一億 有嫌疑 有嫌疑 這個錢 增加的錢到哪裡去 我想喔 他們看到這個覺得不錯喔 工程統包一下子可以增加這麼多錢 工程統包一進來 從開始 這個設計規劃 測量 然後 建造 跟都工 全部一手包 你愛台十二建設一手包 哇那不得了 如果將來你開放這個 我們國內的營造業怎麼辦 國內的營造業現在苦哈哈 大家都現在不知道 不就在等你愛台十二建設 你現在又開放大陸 中國來這裡投資 然後呢 他一進來 真的你們 在他投資的金額如果很大 真的要求你工程統包的時候 你們放不放 像委員報告 您剛剛所詢問的許多問題 可能都是別的部會的智障 內政部不便代為回答 銀建署 你內證明的嗎 銀建署是管我們這一邊的營造規範的問題 但是剛剛委員關心的是 開放這個大陸投資的營造公司 開放勞工 開放工產 他一進來你們就不必管了嗎 還有建保會 我請教一下 好啦他一進來要投資 你們不管嗎 我們的營造公會是不是你們銀建署管的 像委員報告 我們會配合陸委會跟經濟部所定的上位規範 所有的工程是不是該你們管 我說規範是我們管的 但是開不開放 所以你們不必規範到中國的投資 我向委員報告了 所以這就是我擔心的地方 也是我們 這個國內非常擔心的地方 部長你大行都說你這跟你無關 因為委員問的確實很多跟內政部無關 不能強迫要內政部回答 這個部分將來一進來以後 我們他又配上你專業技術人員進來 我現在要談了這個 他一投資他的專業技術人員一進來 他的什麼 測量的 那個什麼什麼營造的 兼造的 都叫做專業技術人員 這樣你了解 這跟你們規範有關的嗎 有關的喔 我們都要有證照 你現在又開放大陸 中國的這個學歷 好了 中國學歷承認 他專業技術人員一進來 那他用他們的人力四分之一的工資 台灣新租的四分之一 他要用他們中國帶來 還是要用我們台灣的人力 生理人很厲害 他絕對是用他們中國帶來的專業技術人力 這樣我們台灣這些路工要怎麼 我是要跟你問這個 這跟你有關係吧 委員 我們要看主管機關跟次要的協辦機關 我們跟很多事情會有關 可是絕對不是那個主政機關 但這個部分 好我剛剛請教的部分 你們會 會的 會怎麼做 營建的規範或技術規範的事情 專業技術人員是你們引進來的 對不對 專業技術人員是你們 開放的引進來的 是屬於你內政部的 內政部的所屬的一個單位嘛 你今天引進來的人力 營建屬你的規範這麼多 對國內規範這麼多 中資進來 你居然可以將來什麼都開放 那是不會的 我們的規範只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所以你是限制 你是限制我們台灣人嘛 你沒有規範到 你再給我一分鐘啊 你再辦理啊 所以這個部分齁 我 我希望你回去齁 要認真去做功課 你不要什麼每一次回答我都是 說你這個不關你的業務 當然有關係 你們是政府是議題的 這個裡面就牽涉到你的業務 我希望這個部分齁 你如果不把關 我們台灣的人齁 台灣在營造工會 收集的這些相關的勞工 會很慘 這就是我要談的 馬英九說的不開放勞工是騙人的 而且是欺騙台灣人的 是跳票的 你回去給他回應一下 說翁先生說的 另外我昨天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在那個江城會 第四次這個台中的警力出門的時候 有沒有做 有沒有做行錢交易 我們早在一個多月前 就已經進行綿密的行錢交易 那個行錢交易 是不是有提到說 不要去主動去挑釁這個民眾 我們絕對沒有主動挑釁民眾 不是啊 有沒有 行錢訓練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規範 我們有一定的規範 一定規範 昨天那個小隊長齁 陳小隊長受傷 我們看得很遺憾也很不忍 希望他早日 謝謝委員的關心 我想民政黨也很關心 也會去看他 但是我現在就是有一點疑問 因為我看到那個電視上的報導 我希望內政部一定要查明真相 給社會一個交代 但是我現在在提到 為什麼這個小隊長 小隊長為什麼要爬上這個民主戰車 你明明知道民主戰車的人就是非常的激動 而且對這個國共和談非常不滿 他們就怕說台灣去不買去 情緒一定很激動 我現在委員報告為什麼他要爬上民主戰車 為什麼他爬上去呢 因為那一群人在民主戰車上不斷的施放煙火去攻擊 玉圓花園酒店 攻擊 你叫做攻擊喔 對著門口去發射 不是像我們平常說被空的 聽起來好像你是絕對在作戰 我現在在提的就是說齁 我們不希望暴力發生 我們希望理性和平 但是警方跟民眾一定要有一個界線 一定要互相齁 不要再做挑釁的工作 民眾也不應該這樣 應該理性和平 但是警察明明知道這樣 他當過小隊長為什麼爬上去 這個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那對陳曉隊長我們很關心 希望他早日康復 但是希望以後不要